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门才出众的旅人 有人说她是像张爱玲一般的才女 有人说她是无法归类的女巫 而大师李敖则说她是全台湾最聪明的旅人 她就是陈文倩 凤凰卫视知名栏目解码陈文倩主持人 闪耀在台湾政坛的媒体中的传奇女人 陈文倩绚丽又出位的衣着 曾给台湾政坛带来前所未有的震动 1995年 陈文倩从美国求学归来后进入台湾政坛 低胸衣 超短裙 火红的头发 引领了台湾立法院里女性从政人员 在浮风上的变化风潮 1998年 陈文倩被亚洲周刊品位 全亚洲创造趋势的25人之一 并且是台湾地区唯一的上榜人物 陈文倩现象一次应时而生 陈文倩 又漂亮 有才华 有广度 有深度 有专业 各位 这种女人不多了 有很多女人 人模人样 你说漂亮的女生多的是 当然多的是 但是我告诉你 像陈文倩这种就不多 尤其什么名模 我告诉你 走走路还行 一开口讲话 扶一马眼 哎呦呀 摔一大跤都会 哎 话说啊 陈文倩 1985年 他当时是民进党文宣部主任 哎呀 他的表现真是让人无法不睁大眼睛去看他特殊的才华 当时媒体怎么形容他呢 哎 怪怪 十个手指甲 十个不同的颜色 红橙黄绿蓝定子 黑黑白 啊 这我当场见过 老邓一那会儿上他的那个叫飞碟电台的他的广播节目现场live 会有他姗姗来迟啊 我是在这个这个studio里面等他来了之后一看哇他那个打扮 然后头发是啊 头红色带紫色哎 然后那个指甲然后好大个两个耳环啊圆圆框的哎就就会晃荡的哎 然后呢 讲话真的是幽默风趣哎又有专业哎他在 当文宣部主任当民进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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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呃民进党这个做化妆师啊 包装的非常好 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哎呀就觉得也因为有陈文倩这民进党就显得比较先进 前卫啊 很多年轻人喜欢加入民进党认为是一个很时髦的事情 可是后来陈文倩跟他们党里头那些死台独啊那些死老顽固啊死骨不化的观念毕竟是不合最后哎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老娘走人啊他就走了啊啊他跟这个这个民进党就分道扬镳 但是啊尽管李瑶说啊搞政治会让女人没有魅力失去魅力但是陈文倩例外啊 但是台湾对他的评价仍然是非常的两极化的我们来看一段他的VCR嗯 人天小妹大什么大我告诉你哎叛逆大哎太叛逆了是吧独立思考然后呢哎你说东我偏走西你说南我就到北是吧啊 所以说这就是陈文倩呃其实陈文倩除了政治财经是他非常专业的领域 现在哎呀182度的大转弯他干嘛去了他拍片去了拍什么片 记录片他拍了一部叫做正负二度C这部片子呢是提醒所有台湾的观众朋友哎呀地球暖化呀啊要环保啊 要救地球哎哎这个这个正负二度C啊啊 首演的时候党政要援然后呢所有台湾的企业家都来站台把他们的第一次都给了文倩小妹打 关盖云集啊关盖云集这部片子拍的挺有意义的可是呢 有人就提出批评了你那片子里头用的数据都不太对不是很准确哎 陈文倩也跟大家道歉说是我这用的真的是有点舒适得承认错误你看哎敢认错 这不像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错了还硬拗啊哎打死都不认错他不是这样的人让他没那坏习惯 是个敢做敢当的骑女子啊然后呢为什么说他敢做敢当当年他在民进党跟民进党决裂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出来了 陈文倩说实在的在民进党里头你别看他年轻他辈分还算很高的呢早期党外运动就已经参加了跟徐信良 他们应该还算同辈呢那后来呢陈隋扁那根本小老弟 哎呀这个1998年3月25号陈文倩40岁生日那天陈文倩写下了辞职信宣布 从此老娘我退出民进党啊然后2000年陈隋扁啊 幕侯而关上台了哎呀陈文倩就他的这个政论节目叫文倩小妹大 尖锐批评陈隋扁他对民进党辽若直掌哈 这个党他参与过的这里说呢每次批评都是一针见血 哎 legendary受不了的啊征是这么说的啊文倩小妹大太厉害了 前台湾最可怕的女人就是陈文谦 阿伯我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文谦小妹大 可是陈文谦又说了 对付陈水扁 我告诉你 我只要用一个脚趾头就行了 其他的手脚 通通要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当扁家开始搬我们台湾纳税人的钱 贪污的时候 2006年他的事情就快要爆发之前 陈文谦其实就已经有悬外之音了 告诉大家陈水扁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下一针扎过去 甭说流血连龙都给拔了 所以说陈水扁对他当然是恨之入骨 但是我老邓我禁不住说 陈文谦棋子漂亮帅臂了 各位请看陈水扁已经输成这样了 一鞠躬 阿伯输的阿伯输了 我输了 现在阿伯在北索里面修博士班 陈文谦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无往不利 都顺心 现在他对一件事情感到很哀怨 什么事呢 最近他有点发胖了 你看看 话说那会儿我去上他的节目 正是最窈窕最美丽或者说最丰满的时刻 这是他之前 然后现在成了这样了 他曾经自嘲的说台湾有一点不好 老看不起那女人发胖 发胖的女人老是就就就就就就看不起 同时呢还看不起那个秃头的男人 所以说你看看他说了 偏偏我和台中市长胡志强 哎呦我们是最佳拍档 你看一个发胖的一个秃头的 可是各位这两人都是聪明绝顶啊 这两人不论是这个这个IQ EQ都是一级棒的 是吧 陈文倩也更自嘲 他说我告诉各位啊 哪天这电视上你们发现啊 我陈文倩已经胖到 连电视这个画面都装不下的时候 就是该我就是小女主我该退休的时候 可是偏偏现在电视是16比9的画面 我总不至于大成那个样吧 其实我也很想当美女 当不了美女不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妈妈把发胖的基因给我 所以责任在妈妈推的一干二净 我们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你看都推给妈妈肥胖的基因 好了没事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陈文倩的感情世界 又到了八卦时间 但是请先看广告 来说陈文倩的感情世界 陈文倩大事那年参加党外运动 然后呢就跟当时大他11岁的林卓水 后来是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委员叫林卓水 曾经有过一段情 女主角承认了 男主角从来都沉默以对 然后呢其实陈文倩在美国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也很短暂 然后回到台湾 当了这个民进党的文宣部的主任 那当时跟这个施明德过重甚密 哎呀 这施明德原先的女朋友叫李扬小说家可就不乐意了 哎 写了一本小说叫小说叫北港香炉人人叉 说说影色啊 这个陈文倩他在这个性的方面很随便很不严谨啊 北港那个庙香火鼎盛 每人拜完了把把那个香往炉上一叉 你看看这影色多厉害 哎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文倩不胜其扰 最后请教李瑶给了一招锦囊妙计参加一个募款餐会啊 然后呢 200块一本买了这小说买了五本 陈文倩就在李扬的胸部上签下了陈文倩的名字 然后拍卖 哎得了多少钱呢 啊 九万五千块全部捐给人本教育基金会 两个女人的战争 就此宣告结束 算是打了个平手 中年的陈文倩 她的感情世界大家仍然很关注 她说中年比少女的时代更加的输不起 很怕输 哎 奥斯汀你帮她想个法子 没事 实在是乌星来找我 我愿意当你的男朋友 你像话吗你这是 台湾顾字卫 我是老邓 邓志宏 咱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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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